大家好,我是小薇。 iCon8是一个知名的在线设计平台,并在近期推出了一个有趣的图像编辑工具Hey Photo。 拖动黄色小鸟到不同的位置,即可调整人物的表情和视线方向。 首先,上传一张人物面部图像。 Hey Photo会自动分析人物面部,生成25个视线方向。 完成分析后,拖动左上角的黄色小鸟,人物的视线就会随之改变,非常有趣。 把生成的图像保存到本地即可,该功能完全免费。 该工具可用于调整图像中人物两眼的位置到指定方向。 例如斜视、仰视、俯视等视角。 然后,上传由AI工具生成的人物形象。 拖动鼠标也可以获得不错的效果。 不过,该工具无法处理动物的面部。 对于3D卡通或动漫人物,效果也很一般。 Hey Photo更适合处理真实人像,大家可以自行尝试。 功能二,Anonymize Me。 该功能可以保护人们的隐私,基于原图生成类似的图像。 例如,上传一张证件照,选择左侧的Anonymize选项,就可以生成多张类似的图像。 该功能主要用于隐藏身份,生成的图像会和原图有所出入。 功能三,Give Me Smile。 拖动进度条,即可改变人物的表情,让面部带有微笑。 上传一张图像,向左拖动下方的进度条,人物的表情就会变得略显难过。 向右拖动进度条,人物的表情就会变得越来越高兴。 不过,参数值不可设置过大,否则会有些失真。 功能四,Change Gender。 拖动进度条,就可以改变人物的性别,该功能以娱乐为主。 例如,上传一张图像,向左拖动,人物的面部就会趋向女性。 向右拖动,面容则会偏向于男性。 功能五,Twick Emotions。 选择图像下方的表情包,就可以生成对应的表情。 上传一张马斯克的肖像,选择Surpressed表情包,即可生成对应的图像。 或者选择Angry表情包,也能生成发怒的表情。 功能六,年龄模拟。 拖动下方的进度条,就可以调整人物的年龄。 例如,上传一张扎克伯格的肖像,向右拖动进度条,人物的面部就会显得苍老。 除了以上六种功能,Hey Photo还将推出更多的应用。 点击下方链接,就可以尝试该工具。 除了Hey Photo,Photo也是一个不错的在线图像编辑平台。 上传一张夜晚拍摄的图像,点击One Tap Enhance,即可提升图像的曝光度,让图像看起来更清晰。 导入一张新的图像,选择左侧的AI Enlarger工具,还可以实现一件图像分辨率增强。 免费账号可以完成两倍提升,增强后的图像更加清晰。 Background Remover可以精准移除背景,保留人物轮廓,也是一个常用的工具。 Face Enlarger工具可以智能清除人物面部的斑点,让脸部变得更加光滑。 无需掌握PS,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完成修图。 AI Skin Retouch工具,可以一键完成磨皮和美颜,提升人物皮肤的光泽和平滑度。 AI Expand工具,可以完成图像的智能延伸,相当于Photoshop的生成式填充功能。 上传一张图像,设置好画布的分辨率,点击生成按钮,即可把图像延伸至指定的区域。 AI Expand,每次可以生成两张图像,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All Photo Restore工具,则可以修复老旧照片,或者还原黑白照片的色彩。 大家可以看一下修复后的效果。 Folter的大部分工具都可以免费使用,缺点是带有水印,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尝试。 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欢迎大家点赞、关注、留言。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邮件联系小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